好的,各位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这里是黑衣侦探,首先是三组兑换马,总共能兑换300元石,前面是国服的,后面是国际服的,明天中午12点就会过期,大家可千万不要忘记换哦。 然后就是3.2版本角色情愿池的官方石锤,上半是新五星草元素辅助法师纳西达和萧公,下半是八重神子和公子以及新四星兵元素辅助单手剑莱耶拉,新顿府。 怎么说呢,上半小草神陪跑的是萧公,而不是网传的胡桃,可能让不少老哥失望了。 至于新四星角色莱耶拉,老米果然是放在了下半卡池,大概策划自己也对八重公子的流水没信心吧。 那这样武器池也基本名牌了,上半就是小草神转武,千叶浮沫和飞雷之玄阵,下半就是神乐之真意和东极白星,接下来就是新洲本boss散兵了。 可以看到国宝匠这次彻底化身为神,不讲武德开着机甲跟我们打,逼的主角只能在下面修脚给散兵刮杀。 旁边飞着的这个绿色小精灵应该就是此次周本的核心机制,玩家需要对其充能才能破坏机甲的飞行状态。 不得不说,仅以老米PUA中放出的画面来看,这炫酷的技能特效,漫天的弹幕攻击,属实是压迫感十足。 哎,到时候可真的有的刷了,毕竟掉落纳奇达和莱伊拉的技能升级素材,再难打也要硬着头皮往上冲。 还有新40体力BOSS无相之草,同样掉落小草神的角色升级素材,说实话无相系列的BOSS是老黑最讨厌的怪物,没有之一。 技能花样凡多不说,输出窗口气还短,往深沿12层一放,简直就是纯纯的角色练度检测器。 接着就是主线大活动了,本期是会送萝莉商人多了一只,玩法还是挺新颖的,有点像宝可梦,需要在野外捕捉郡兽,然后培养这些小可爱来挑战怪物。 其中还有个多人联机活动,可以用各种角色来整花活,例如用可力打球啦,交上仙打装啦之类的。 至于剩下的就都是些老活动复刻啦,例如令无数大佬落泪的无相交响石,难度有时比深渊还离谱,老黑建议萌新玩家,拿了地宝原石就跑路,还有就是画外履照照相小活动,只不过这次地点换在了须米。 最后压咒的就是立本老哥,每逢版本空窗期立本大哥,总要跑出来送福利,也算是传统啦。 接着就是陈哥湖家园系统,新增模本功能,可以通过分享码,一键复制别人的庄园,对老黑这种不善盖房子的佛系玩家来说,真的是福音。 最后就是胡桃啦,这次是有跟一家手机的联动活动,怪不得都网传胡桃复刻呢,原来是复刻在这儿啦。 那好的,本期就是3.2前瞻直播的所有讯息,篇幅有限,有关纳西达和雷拉的角色解析,咱们下期再聊。 那好的,视频制作不易,还望各位大佬点赞三连,咱们有缘下期再见,拜拜。